与专家面对面 健康黄丝带特别策划 健康育儿系列专家访谈育儿说 打造一本好父母的真人教科书 儿宝有料 看了就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健康黄丝带 我是曹熙 看苏州APP正在同步直播 首先要隆重介绍一下 今天的特别来宾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新生儿科 副主任 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何振娟 欢迎何主任 你好 何主任 你好 主持人 何振娟 博士主任医师 博士研究生导师 苏州高新区人民医院儿科主任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新华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 中国医师协会新生儿科 医师分会常委 上海市医学会儿科分会 新生儿学组副组长 上海市医师协会儿科分会委员 在我国儿科的住院患者中 小儿肺炎占据着相当的比例 而且冬季和春季 是我们小儿肺炎的高发期 孩子得了肺炎 最揪心的当然是咱们父母了 他们常常是不知所措 有时也无法分辨 所以今天我们就请何主任 来给电视机前的家长朋友们 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首先想问问您 这个小儿肺炎真的很严重吗 对我们的小朋友来说 它的严重性到底体现在哪呢 小儿肺炎 在我们整个儿童的发病率当中 和死亡率当中 还是占的比例还是不低的 那么重与不重呢 要看对于小年龄 免疫功能比较低下的这部分孩子 或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孩子 那么他得了肺炎以后呢 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重 而对于大孩子 免疫功能比较健全的 这些孩子呢 相对呢就会好一些 那么小婴儿呢 他由于一个 不会讲话 然后呢症状 他不典型 不像大孩子非常典型 得了肺炎 他会有咳嗽啊 会有咳痰 会有发烧等等 这样的表现 那么尤其像新生儿 或者是早产儿 他没有这些 常这个大孩子有的这种反射 所以呢 他家长不重视 往往呢会病情 会进展了以后 会导致比较严重的结果 好的结果 那一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或者是什么样的环境下 才会诱发这个小儿肺炎呢 那么大孩子 特别我们学龄期的孩子 他要去学校 去幼儿园 那么在一个公共的场所 比如说有感冒了 感冒 互相交叉感染了 或者大人在外面 带病菌回来 回到家里 这样子呢 使小朋友感染到一些病原菌 呼吸道的病原菌 那么一部分孩子呢 他可能局限 就是上呼吸道感染 比如说感冒啊等等 那一部分孩子呢 他就会蔓延到下气道 那么到了这个支气管啊 肺 引起肺炎 多数呢都是呼吸道传播 明白了 所以您刚刚讲到 其实这个小儿肺炎 也是分就是大一点的孩子 跟小一点的孩子 他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小一点的小孩 他可能没有像大孩子 那么多的症状 那我们来 怎么能够判断出 他真的是得了小儿肺炎呢 对于大孩子呢 我们大人 老百姓就很知道 很容易就能够 比如说咳嗽了 小朋友咳咳咳嗽 有痰 能听到咳嗽的时候 带有痰的声音 那么有些呢 还会伴随 胃口不好了 精神有点不好了 那么大人就知道 他不舒服了 那么或者有发烧 就会带他去看医生 那么医生呢 通过拍X片啊 听证啊 这样就可以判断他 是不是得了肺炎 我们这些小的新生儿 如果出现精神不好 吃奶差 甚至有些嗆奶 出现呼吸怎么快起来了 那个家长都要 引起高度的重视 他并不一定 这些新生儿 刚刚出生的这些新生儿 他并不一定会出现 咳嗽这个症状 所以讲这个呢 是需要特别重视的 对于小的 特别新生儿来说 还有早餐儿来说 都是非常有注意的事情 所以主要是 我们的家长朋友 一定要好好地 关注到自己的宝宝 听到这儿 相信很多的新手爸妈 会觉得自己孩子 得了肺炎和感冒 在症状上 确实有些相似 何主任告诉我们 现实中有很多 粗心的宝妈 会将肺炎误认为感冒 以至于耽误孩子的 治疗时间 导致病情加重 那么究竟小儿肺炎和感冒 应该如何来区分呢 首先感冒 感冒呢 是相对比较轻的 它呢 可能会有点咳嗽 但是呢 咳嗽可能不是太厉害 比如说单身咳 如果我们老百姓 如果你有经验的话 你会觉得 咳嗽的这个部位 在比较表浅 在就在喉咙口啊 这样比较表浅的位置 痰呢 也不明显 如果一些感冒会有发烧的呢 两三天发好烧 流流鼻涕啊 它慢慢的就好起来了 它就不会 持续的时间比较短 症状相对比较轻 这个是多数是感冒了 但是如果要是肺炎了 那就没这么轻松了 第一呢 首先你原有的症状 不减退 这个咳嗽越来越多了 本来我是单身咳 结果呢 变成连身咳了 本来我就一两声 这样 咳两声 后来就变成咳咳咳咳咳 连身咳 而且一阵一阵越来越多 越来越频繁了 越来越频繁 这个连身咳变得频繁起来了 好多症 本来我一天就咳那么几声 后来变成 哎呀一会儿 咳一会儿 它要咳咳咳咳咳咳咳一阵子 而且你会觉得 咳嗽的这个位置 往下面了 不像你单身咳 在喉咙口 这样子咳咳咳两声 它跑到下面去了 你自己都能感觉到 它咳嗽深了 这是第二个 那么第三个呢 会出现一些 有些孩子他会扮有一些消化道的表现 比如说呕吐 胃口不好了 甚至有些拉肚子 也会有些这样的表现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你家长就要引起重视了 或者原有的咳嗽的症状加重 并且还会出现一些新的表现 本来你没有呕吐的出现呕吐了 本来你不发烧的出现发烧了 那这样的情况就要高度重视了 医生介绍引起肺炎的原因很多 例如细菌病毒真菌 非典型病原体以及理化因素 按解剖部位又可以分为 大叶性肺炎 小叶性肺炎 建制性肺炎 按病程分为急性肺炎 迁延性肺炎 慢性肺炎等 所以需要对症治疗 比如说有些孩子是细菌感染 有些孩子是病毒感染 那么有些孩子还有什么真菌啊 支援体的感染 那针对这些不同的病原体 那我们会进行不同的这个病因质量 你比方说细菌感染 像我们这个大部分的病原体呢 可能肺炎链球菌啊 还有一些流感干菌啊 是相对比较多的 会引起肺炎的 这个时候呢 我们都需要用一些针对这些病原菌的抗生素 我刚才提到是流感干菌 不是流感病毒啊 这个是不一样的病原菌 那还有些像这个季节呢 还会有一些呼吸道荷包病毒引起的肺炎 这是季节性的 对冬春剂比较多一些的 对于小婴儿来说 那么还有一些呢 像聚细胞病毒也会引起肺炎 那这些呢 你用抗生素是 几乎无效了 对 它应该 除非你合并 就是有混合细菌感染的时候 我们用 那么如果仅仅是明确的是 聚细胞病毒感染 或者是呼吸道荷包病毒感染 那我们要选用相应的抗病毒的药物 你比方说大的孩子 有很多是支援体感染 那么支援体感染呢 我们会选择一些大患内类类的药 比如说阿奇梅素 或者是克拉梅素来治疗 何主任啊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这个 我们健康黄世代的家长朋友也会问啊 就是市面上有这个小儿肺炎的疫苗 那您觉得有必要打吗 针对肺炎疫苗呢 肺炎疫苗呢 它是这个疫苗 还是一个比较有效的疫苗 那么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 它只针对肺炎链球菌感染的肺炎 那比方说我得了呼吸道荷包病毒 那就这个是无效了 对 它只针对这一种病原菌 但是它这个疫苗是一个比较好的疫苗 所以说你如果打了这个 不要认为很多家长也来问我 他说我们都打过这个肺炎的这个疫苗了 怎么我们还得肺炎 那我说你是因为是不同病原菌的感染 当然在平时的生活中 我们的新手爸妈也要时刻提高警惕 做好预防工作 让这凡人的肺炎远离我们的宝宝 主要是几个方面 实际上呼吸道肺炎 多数是呼吸道病原菌的感染 是比较多居多的 那么呼吸道疾病的病人 互相之间 就是不要 比如说家里有刚才提到过 比如说家里有感冒的病人 或者是有肺炎的病人 现在都是二胎了 对不对 那个小朋友在学校里 就像这一次流感 小朋友大孩子在学校里 被感染到了 结果回到家里 又是交叉感染 对 老二还没读书 在家里被老大带了这个病原菌回来 也就是说 那个避免和生病的人 特别是呼吸道疾病的人接触 这是第一点 那么像这个季节 在高发的这个季节 避免和生病的人接触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或者你家里 比如说你发现家里面 谁有呼吸道感染的症状了 赶快 隔离 那么隔离是很重要的 这边还有几个 就是大家家长 非常想要问一问 何医生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是 我们的肺炎 一定要用到抗生素吗 不一定 那要看病原菌 如果病毒感染 不是 有些病毒感染 它会混合有细菌感染 那这个时候 你是可以用抗生素 第二个问题是 我们的肺炎 一定要用到输液吗 这倒不一定 老百姓呢 都觉得肺炎很严重 对 都觉得肺炎很严重 实际上呢 现在由于我们 诊断的这个手段 不像过去 我们不是各个都要拍片子 现在呢 有咳嗽 怀疑有肺炎的话 就像我刚才说的 咳嗽持续时间长了 那么我们需要拍个片子 拍了片子 会有一些肺炎的改变 那这个时候 其实不一定是 非常重的肺炎 对于轻症的肺炎 对吧 症状不是很重 那个胸片变化 也不是很重 对吧 我们就可以口服 口服就可 不一定需要输液 所以口服 这个针对 比如说要是细菌感染 我们口服抗菌术 也可以的 如果是体温持续不退 如果是咳嗽 越来越重 进展 家长呢 就观察 你呼吸道的症状 比如说咳嗽 咳痰的症状 在进展的过程当中 说进展了 本来发烧三天 还是不好 体温还是很高 或者是 这个咳嗽 越来越明显了 人的孩子呢 状况不活络了 小朋友 他判断一个小朋友 这个病 到底是真病假病 就看他活络不活络 他还是上串下跳的 这么跟你顽皮 很顽皮 那多数 多数情况下 他应该不会很重 他不愿意动了 他不跟你上串下跳了 可能他就进展 如果是进展 那么你可以考虑住院治疗 还有一个就是胸片 如果胸片的变化 是非常明显的 大片状的肺炎 甚至是有了 相应的并发症了 比如说有肺部脏了 胸腔节 这样是肯定要住院 好 今天也非常感谢 何主任带给我们的分享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健康在你的脚下 健康在你的餐桌 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 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 每个人的健康 汇聚成健康中国 健康你我 健康中国 健康